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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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汐儿 苏莎 长空事的当地时间 啊 抱歉这么早就把你们叫醒 不过作为回报 我们带来了非常明确的好消息哦 没关系 睡眠不足难不到真正的女巫神 是知道吴茂哲相关的信息了吗 没错 而且汐儿的猜想也得到了正式 难道是 汐儿 你没有听错那个声音 声音的主人 正是前世界蛇组织的干部 灰蛇 或者说 是他残存的个体之一 我们分析了 你和苏珊娜在长空市取得的样本资料 特别是吴茂哲 试图夺取的医药公司相关的产品 仿生甲脂 电子异眼 人造器官 这些产品的型号 都能和记录中 灰蛇的人造躯体相匹配 换句话说 吴茂哲在长空市大肆截略 收集到的这些医疗器械和产品 正好可以拼出一副全新的灰蛇身躯 这不可能是巧合 可是 如果灰蛇已经是他们的一员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 再造一个灰蛇出来呢 或许是他原本的身躯出现了损坏 需要一些备用品来替换 我 可是这也不至于要心事动众地 收集全身的零件吧 如果他已经坏到全身都破破烂烂了 那也根本没办法参加各种袭击行动吧 确实 你说的有道理 之前 根据牙医他们的报告 灰蛇网络确实已经自灭了 不过正因为他们是自灭 那位仁兄为什么要收集全身的素材 反而会有一个比准备备用品更有说服力的假设 刚刚我说吴茂者夺取的医疗仿生产品和灰蛇的躯体相匹配 这其实只是这些产品的第一个共性 除此之外 他们还具有另一种属于尖端仿生产品的共性 你真 你真 没错 就是将一体一支和人造器官 以尽可能贴合人类原本的躯体和器官的形式去复现 鸡窝头 你这么说他们很难听懂了 举个例子吧 比如腿部的一支 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一根碳纤维管连接着代替脚部的弹片 只为能行走而设计 这样的一支虽然足以让使用者恢复一定的肢体能力 但是碳纤维管并不像人的小腿 弹片也并不像真正的双脚 不只是外观上 这种一支同样无法在触觉上带给你真实感 因为没有和神经之间形成信号感应 即使一支被折断 被损坏 使用者也不会感到疼痛 诶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当然 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同时降低抑制的成本 但是近年来 有一种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 许多残疾人士都希望能拥有和原本的身体更加接近的意志 想要真实的皮肤 想要感受到疼痛和温度 想要有血液在其中流淌 想要看上去和人类的身体一样 这就是你真吗 是的 简而言之 就是不仅仅在功能上 而是在外表和使用者的感受上 都和真正的肢体器官相似 乃至毫无二致的一体 无貌者的灰蛇 就是在找这样的一只吗 目前他们掠夺的产品 几乎全是这种品类 对了 受害的医疗公司里 不是有一家叫新成医药的吗 这家公司 哼 我想听名字 你们也能猜到了 跟丑名昭著的神成医药之间 不乏各种见不得人的关联 不过 在大崩坏之前 这家公司一直是研发和生产 你真一体的巨头之一 也就是说 无貌者的灰蛇 他可能就是想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外表 而且 会因此再次袭击新成医药的相关设施 可能性非常之高 我们完整的猎出 灰蛇所需要的你真一体清单之后 发现现在还缺少了两个部件 只有新成医药能够制造 但是新成医药 毕竟是安保其辈的大公司 在无貌者的骚动结束前 应该不会将高价值的产品 再次曝露出来 把它们安放在总部的核心区域 恐怕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这样看来 无貌者下一步将要袭击的目标 很可能就是新成医药的总部 没错 所以我们需要预先埋伏在那里 等灰蛇自己送上门来 明白了 那我和希尔立刻前往新成医药的总部 只要跟他们的负责人说明来意 他们应该会同意让我们来一场守株待兔 别抱太大希望 像新成医药这种天生就泡在灰色地带里的公司 不会喜欢外人深入他们的腹地 哪怕我们是在提供帮助 如果是那样 就只能偷偷潜入 或者使用一点强硬的手段了 嗯 就是这样 可别浪费了我们工作的生涯的成果哦 走吧 苏珊娜 去新成医药 嗯 这次一定不会让无貌者逃掉了 新成医药的总部大楼 哇 居然有这么多机甲在游荡 还真是戒备森严呢 这些 真的是新成医药的安保吗 嗯 嗯 仔细一看 这些不是和无貌者使用的机甲是相同型号吗 难道 我们赶紧去内部看看 果然很奇怪 这一路上除了武装机甲 我们连一个人都没有看到 而且那些机甲 无论是型号还是装备 怎么看都是无貌者的武装 这里 很有可能已经被无貌者占领了 我们来晚了 糟了 不会那个灰蛇 已经拿到想要的仿生不见 逃之夭夭了吧 先别着急 我觉得他应该还没有得手 不然他没有理由留下这些机甲 把新成医药里里外外包围起来 他应该就在这栋大楼的某处 我们快去找找 有没有通往仓库 或者研究室的路有他留下的痕迹 哈 这座电梯写着通往地下研究所 看来 拜托 有人非常不想让我们靠近那里 真大也没办法 有些预感迷彰呢 赶紧干掉这些碍事的家伙 然后追上灰蛇吧 拥抱你的力量吧 这就是新成医药的地下实验室 那边的培养仓里装的 真的只是人造器官吧 等等 苏莎娜 我能感觉到 除了我们 还有别人在这里 谁 把手举起来 这 这是唯一一次警告 冷静 苏莎娜 是我们预料之中的灰蛇 杰尔 他为什么不说话 或许 他在等着我们先开口询问 问就问 喂 那边的灰蛇个体 我们是天命派遣来长空室的特别搜查队 你就是最近在势力胡作非为的无貌者头目 对吧 你想否认也没有用 因为你已经像这样被我们抓了献行 请立刻放弃抵抗 跟我们走一趟吧 喂 希儿 他完全没有反应啊 难道说 他也只是个被设定好了程序的仿生人 那我们 稍微靠近他试试 不过千万小心 果然 用机械的神区去表演机械舞 得到的 只能是这种反应啊 你 你的头 对啊 仔细一想 你本来就是仿生神区 头不能拆卸下来也不足为奇嘛 还有 你终于舍得说话了 抱歉 我刚刚的沉默并不代表怠慢和不屑 这都是表演的一部分 表演 是啊 通俗来讲 就是营造气氛 只要我不说话 我在你们眼中的神秘感 就将不断加深 当好奇心再也抵御不住这种神秘感的诱惑 你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 而这时 就是我表演刚刚那一招的绝佳时机 怎么样 又吓到你们吧 汐儿 这家伙 好像是个非常奇怪的人 奇怪 奇怪吗 我 不 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我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人 我的梦想 就是做一个普通又正常的人 小姑娘 问你个问题 如果我是个肉体繁胎的自然人 就像你一样 那么 你会为我刚刚的表演而喝彩吗 肉体繁胎的人 怎么可能做到你刚刚做的那种事 当然可能 大约四个月前 有一场在北美举办的选秀节目 一名舞蹈演员 啊 也可以叫他魔术演员吧 利用他惊人的身体控制力 和服饰的巧妙配合 完成了这种演出 他的头 就像从肩膀上掉了下来 一直落到了接近腰部的位置 说实话 当我看到这一摸时 一股无以言表的感佩 流遍了我的全身 我当即开始模仿这种演出 不到一个小时之后 我就已经能将其完全还原 甚至在视觉效果上更加完美 因为 我的头是真的掉了 但是 无人喝彩 顶多 也只能用来 吓你们这些小姑娘一跳 为什么呢 那位舞蹈演员可是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 究其原因 是因为 只有肉体翻胎 才是真正的人 只有真正的人 才拥有意义 才拥有意义 和价值 机器 无论将食物切割得如何规整 也不会有人夸奖 但是刀工精湛的厨师 却能收获赞美 被人们称作 艺术家 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 交通工具就算再快 也不会有人觉得 他敏捷矫健 但是 白米赛跑的冠军 连孩童都听过他的名声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已经说了 只有真正的人 才拥有意义和价值 想要拥有意义和价值 就得成为真正的人 原来如此 你掠夺那些拟真异体 不是为了拿来充当身体的备用品 而是想要让自己 更加接近血肉之躯 你很聪明 天命地特别搜查袁小姐 我过去应该记得你的名字 但自从接受了1904 那伟大的祝福 更像人类的我 反而记不得了 但 你瞧 我无法选择自己诞生的形式 却能选择 自己期望变成的形态 灰蛇先生 在你追求梦想的途中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事 盗窃 纵火 抢劫 非法持有危险武装 损毁公共财物 暴力伤害 既然你这么想变成真正的人 就请像有常识的人一样 为自己犯下的恶行赎罪吧 很遗憾 在我成为真正的人类之前 我还没有办法适应你们的规则和制约 你这家伙 也太双重标准了吧 灵活的道德底线 有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武器之一 不如说 只有这样做 我才会更像一个普通人类 我发现了 这家伙好像一直在说些很有道理的话 其实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 嗯 直接逮捕他吧 苏珊娜 终于结束了 没想到 他还挺死缠烂打 看来 他终于用完了自己的库存 打了这么半天 其他无貌者的成员居然没来救你 你真的是组织里的重要成员吗 哼 苏珊娜 我想 根本不存在其他无貌者的成员 自从我们进入长空室以来 跟我们交手的永远是武装机甲 或者仿生机器人 除了他以外 我们至今连一个活生生的无貌者成员都没有见过 而在整个调查过程中 我们也没有打探到任何 关于无貌者成员相貌 形体的目击情报 除了他以外 还有 无貌者的目的 是为灰蛇筹挫挫振一体 那么他在组织中的地位应该很高 但是这几次行动 他都亲自前往第一线 而且单枪匹马 无人接应 这 确实不合情理 所以我猜测 整个无貌者组织 其实是这位灰蛇部下的一个遗阵 从头到尾 无貌者就是只有你一个人的组织 对吗 所以 成员有几百个人的宣言也好 城中无处不在的机甲也好 还有封锁隧道之类的行动 这些都是 嗯 全部都是为了制造 无貌者组织真实存在这个谎言而作的伪装 从始至终 我们的敌人都只有眼前这位灰蛇 仅此一人 我原本以为 只要虚构出这么一个貌似庞大的组织 就能扰乱那些想要来追查我的人 让他们看不透我真正的目的 哼 没想到 在独具慧眼的观众面前 这些都不过是拙劣的演技 灰蛇先生 你究竟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拥有血肉之躯 你们既然知道我的名字 那么也一定对我 对灰蛇 是种怎样的存在 有所了解吧 你们是由世界蛇制造的机械仿生人 个体的性格虽然不同 但都拥有同样材质的身体 通过灰蛇网络 共享记忆甚至意识 嗯 差不太多 不过 我想你们接触过 或者听闻过的灰蛇 应该都是 完整型吧 完整型 换句话说 无论是什么样的性格或者心理年龄 自认为是什么性别 或者有什么样的喜悟 这些灰蛇 都拥有完整的人格 对吧 难道说 还有并非如此的灰蛇吗 哼 当然了 你面前就有一个 或者说 我曾经是其中之一 残缺性 并非所有灰蛇在觉醒意识时 都能诞生出完整而牢固的人格 由于生成算法的随机性 大约百分之三十的灰蛇 只拥有残缺的心灵 我们只能像最简单的机器人一样活着 这 居然有这样的事吗 你们不知道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自主行动的能力 自然 也无法和外界接触 不过 世界蛇也没有因此就放弃我们 在某个不见天日的地下攻防中 我们被收容 并不断通过灰蛇网络吸纳技艺 完善 或者说修复并不完整的人格 据说 只要假以时日 我们终究能够成为完整型的灰蛇 可讽刺的是 灰蛇网络本身不复存在了 没错 对完整型的灰蛇们来说 这无疑意味着自由和解放 但对我们来说 却犹如腹中的胎儿 被硬生生扯断了 供养自己的期待 那么 灰蛇先生 你又是怎么存活下来 并且获得完整人格的 不过是运气好一些罢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 和所谓的地狱 没有什么分别 周围竟是熟悉的躯体 和我相同的手脚 和我相同的面具 和我相同的眼睛 我当即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网络不存在了 我周围的兄弟姐妹 他们永远失去了醒来的机会 是的 我只是运气好一些 敢在网络消失之前 决醒了完整的意识而已 当我顺着他们再无生气的 曲窍爬行时 我就确定了 我后半生要走的路 我要为我的灵魂 找一具真正的肉体 一座 真正能承载心灵的神殿 我要远离这个冰冷的人造观目 再也不要回想起那种 浑暗 测寒 而又粘尸的恶心感觉 这就是 我对血肉之躯 如此执着的原因 聪明的 希尔小姐 我对你的遭遇感到同情 也对你的坚韧表示敬意 灰蛇先生 但是我无法认同你的一个观点 即使没有血肉之躯 甚至根本没有躯体的心灵 那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 我不同意你 将其视为缺乏价值的存在 希尔 看来 你也有自己的经历 它使得你坚信着一些 和我的信仰截然相反的东西 不过很可惜 时间已经到了 说实话 我很乐意听一听你的故事 但如今确实不是时候 糟了 是假身 猜对了 从这里 我还想要 你 你 是 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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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地上的机械零件 屏 屏 屏成了灰蛇 快抓住它 那么... 后悔有期了... 快,我们走其他路过去! 怎么样? 有发现他吗? 没有... 看来... 我们又让他逃走了! 你还记得昨天, 我们把灰蛇堵在了仓库里, 它就像是蒸发了一样, 消失不见了! 会不会, 也是用了跟刚才一样的伎俩? 你是说... 空无一人的仓库, 只有一些杂乱板放的箱子和地上的机械零件... 其实那些就是灰蛇吧? 它就像刚刚一样, 把自己分解成了零零碎碎的小块, 装出自己已经身处别处的假象!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 其实它就在仓库里, 它耐心地等我们离开之后, 再像刚才那样恢复成原状, 然后悠然离开现场! 那家伙, 用同样的伎俩, 骗了我们两次, 成功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两次! 这个时候卫电视连续续靠, 再看 Une结果有的时候会不会接到零件两次, 直接突然 possible被 怎样大事, 现在的电视连续靠一下 就这样有用来的, 我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这是? 我有一 temps吗 我看到沙子蓝光里, 我可以建立绰 感谢观看